OdioJungle 在这份公报中,对于加强中共内部纪律、严格制党的问题,提出了一个显然是习近平在会上提出的新的说法,叫做坚决清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。 杨凤因为的两面人、两面派Aspigo等于WiAdoWABSBYGOOGLE,说这是新的说法,也不禁忍,因为早在中共刚刚取得政权的1950年代初期,毛泽东曾经发起过一场政治运动,就叫做忠诚老实运动,是让党内外人士向党交代自己的所有问题的运动。 习近平重新启用忠诚老实这个词,再次证明他的所谓新的治国理念,不过,是毛泽东思想的翻版,而对于两面人、两面派的提法,也是识人衙会,因为不仅毛泽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,也多次用这样的头衔批评他的政治敌人。 邓小平,也曾经用类似的三种人这个名词,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,但是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,对党忠诚老实,惊涕两面派这样的提法,就很少出现了。 现在毛泽政治与会在线江湖,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文革,是否再来的担忧,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,习近平和中纪委在这里,所说的两面人,到底指的是谁呢? 对此,虽然在习近平讲话,和中纪委的公报中都语言不详,但是会议之后,新华社连续发表的评论中却直接点出了原名。 1月18日,新华社发表,署名新时评的评论文章,题目就是坚决清楚两面人。 在文章中,作者点出了所谓的两面人,指的,就是原仲庆市委书记孙政才,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人。 文中说孙政才对正风反复的表态调门很高,但背地里却搞特权,谋思立,腐化堕落,王三运,喊起口号来响当当,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,就是不作为,不落实。 文章进一步说明,两面人好比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定时炸弹,他们关当得越大,对党和国家的意态就越大,如果不及时将其辨别出来,清除出去。 后果不堪设想,阿比狗狗等于WIADOWADSBYGOGOGLE,PUSH,两面人的提法和新华社的评论,等于证实了一个,我们长期,以来都在猜测的事情,那就是,第一,由于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处,及到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,因而遭到了官僚集团的软抵制,他们的具体做法,就是集体不作为, 既然不能靠普败争钱,他们就没有任何动机积极工作了,这是习近平在党内遇到的挑战的表现形势之一,而孙政才在重庆的不作为,恐怕就是对习近平进行软抵制的典型。 第二,习近平虽然大权在WIAD,但是权力只是形势上的,他并没有得到党内各级官员的真心拥护,因此才有所谓两面派的存在,就是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对于急于巩惑自己的独裁地位的习近平来讲,这也是对他的权力的重大挑战。 每一个独裁者,都希望自己的部下忠诚老实,最怕的就是所谓的杨凤因伪,而对习近平的杨凤因伪,显然是党内的政治生态之一。 这才是习近平提出要打击两面人的根本原因,但同时也暴露了习近平在党内并没有得到真诚拥护的赵门,孙政才,王三运已经落马,习近平仍然要发起新的党内的忠诚老实运动。 这说明了,在中共内部,两面人还是大量存在,这引起了习近平的警惕和忌惮。 不难想象,在党内清除这样的两面人,将是未来中纪委工作的重中。